新北最新的光雕展位於中港大牌 那今年的主題是精彩中港光雕展 那我們其實時間是展期為 2月11號到3月18號晚間6點起點燈 白天的時候我們先來這邊 先來這裡先看看當地的景點跟風景 當然我先看看之前有來過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這邊先來探索看 跟以往有什麼不同之處吧 晚上的時候入口處今夜要你來這個主題燈呢 它是一個巨大的鯨魚 也看到鯨魚的具有故事性之餘喔 它它還有一種藝術美感 當然就是入口都很適合拍到拉卡 另外它左邊的話也是起點入口處 兵分的造型 以及把所有主題囊括在這個門柱上面 所以你在這邊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所有的主題都在上面喔 你有沒有發現呢 那今天下到 路口處下方的路道的 你看到一連串的點燈的位置 另外一個主題燈 水母啊 它是有變換色調 以及它底部有一些乾冰 顏色上面呢 它從紅色綠色黃色的不斷的變化 幸福倍增其實就是一個巨大的珍珠 很適合拍照打卡 使用大量的乾冰 引導出一種浪漫以及豐富想像力的氣氛 顏色上面也是多變的 它靠一種顏色在不斷的變化 有設立這個拍照的最佳地點 可以去尋找一下喔 如臨望返啊 是使用大量的LED燈 造出一種銀河般的這個絢麗風景 這裡還有情人節逛街的那種 最佳推薦景點 繼續往前走 我們最終目的地點是願景觀的方向 地上的投影燈呢 是小朋友喜歡追逐的這種投影亮燈 拿不同的海洋風景營造出不同的故事 青春海洋呢 它其實白天的時候是以這個書寫的 呃 算是一種投射的一種信件 那海洋融洞源啊 其實是投射在這個大牌上面的一塊布簾 那各種魚群擁有 旁邊有星光大盜 隨著時間的推移顏色不斷在變寬 遠方不遠 呃 看到那光影 它是紅魚造型的投射燈 海山魚雷它這裡的故事性是最大最久最悠長的投射燈 長度非常長 那魚群像是烘魚啊 或者是其他動物啊 它從遠處不斷地在移動 你要追蹤它的話 你可能要花點時間 魚群也是一樣 從左而右的移動 鯨魚是它追蹤的目標 很多人為了看鯨魚等了好幾分鐘 鯨魚會往預警管這方向移動 然後我們以正常的速度追蹤它 它速度相當於步行的速度 以及這種水樣的波紋 它這裡都有哦 海豹 就是大家喜歡拍攝的 這裡不輸給鯨魚哦 然後看到飛魚 章魚 我們經過了彩虹廣場 其實接近這裡的尾端的部分 因為這部海洋世界呢 它投射出各種造型的海洋生態 看得蠻喜歡這邊的 繼續走到最後一處 它是有一處百貨公司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水舞秀 那這就是今天的 礦雕秀的終點處 這是舞動產區 然後7點它一面出來的水舞 然後投射出各家商品 以及當然它還有一些 像是一些廣告性質 就是今天的光雕秀的終點 總長度1.8公里 那有限定到1.7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介紹旁邊的推薦美食 布丁主義呢 是雅各喜灣推薦的 當地的點心 那鮑冰的總力繁多 料也非常充足 克里也非常喜歡 口味還不錯 黑糖不會太酸 綜合布丁是傳統布丁的做法 那配料跟爆冰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另外一架 窩明鹹酥雞 它是位於輻塑街上 要從中啊 它們還要走一段路 再到這店內 那這樣一架會非常便宜 當然不是因為便宜 因為大家在這邊吃 而是它的東西還不錯 它的雞排30元真的非常便宜 可以在中港附近享用美味的雞排 厚度啊不會太厚 薄度也不會太薄 就是剛剛好了 是這種便當店的口味 以30元來說非常便宜 但口味還真的還是蠻好的 那雞塊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雞塊還不錯 因為雞塊比雞排好吃是真的 價格比雞排多10塊錢 那上面有撒撒芝麻 蠻香的 另外幾支是很多推薦的 一支15塊 味道相當不錯 酥炸的粉 吹毒也蠻足夠的 當然它的濕毒還蠻濕潤的 那雅各今天的 賞光丟吃美食的新人到這邊了 歡迎訂閱或點讚 那我們下次旅行見囉 掰掰 這是一些雞塊的